警方在車窗貼上膠帶 因為有一名小嬰兒與小狗 受困在車內已經十分鐘了 情況相當緊急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車窗就是打不開 員警只好小心用警棍和狼頭 沿著車窗角落敲擊 就怕玻璃到處噴溅 波及到受困的小朋友 歷經一番努力 車窗順利被打碎 媽媽連忙打開車門 查看孩子情況 這場驚魂發生在花蓮街頭 當時這位母親 先將一歲多的男嬰 安靜在安全座椅上 沒想到只是去後車廂放個東西 車子就突然鎖上 當時天氣炎熱又是正中午 男嬰父親只能灑水 幫車子降溫 就怕寶寶在車內中暑 儀式門鎖故障 自動上鎖 警方考量天氣炎熱 嬰兒及小狗無法忍耐高溫 恐發生中暑或缺氧危險 經車主同意後 被急迫副駕駛坐車窗 及時將嬰兒及小狗救出 男嬰與小狗順利獲救 經消防檢查也沒有中暑等情形 所幸有遠景的急需破窗救援 順利化解這場困困危機 參與希望留意在花蓮採訪包